例如开设一些跨学科的课程 让学生有机会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或者鼓励学生请创业项目作为学习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让ChatGVT来评论我所读的书里面的一段话 从0到1的作者彼得皮尔他说过 复制别人的模式比创新事物还容易 做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的事 提供更多熟悉的东西这是由1到n 但是创新是由0到1 请问你对于他说的这段话 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个如果用在我们学校的经营上面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将这个观点应用于学校经营 我想到的是 学校可以在提供传统教育的基础上 探索独特的教学方法或课程 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例如开设一些跨学科的课程 让学生有机会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或者鼓励学生请创业项目作为学习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学校不仅仅是从1到n的扩展 也能够成为创新 从0到1的云与低 我觉得ChatGVT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可以跟它互动互动 启发我们一些灵感